一箱一箱的N95口罩送到医院 要捐给吉隆四大医院及各诊所 利益挺医护齐新防疫 虽然吉隆的疫情趋缓 但医院及诊所的医疗物资仍然消耗快速 尤其是N95口罩第一线医护需求量大 那因为我们吉隆的染疫的情况相对来讲 跟全国来讲是相对严重一些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防护都非常重视 那我们目前大概就是第一线会接触比较高危险的 还有专责病房急诊室这些护理人员 我们一定还有医师一定都会给他最好的一个防护 所以这N95主要是用在这些比较危险性高的地方 社团法人台湾台北医疗联盟协会理事长赵宗杰 原理委蔡思印23日将1万1500多片的N95口罩 捐给吉隆四大医院及基层诊所 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刚刚读这个委员讲的就在全省肆虐 那其实我们台北医疗联盟不仅是捐赠这个N95口罩 我们陆续也会捐赠一些像快筛四剂 干洗手我们也会陆续捐赠 我想这个委员大力的争取 这无非就是要让基隆市民有更好的防护 在疫情的期间其实我们的医疗院所 都是站在第一线最辛苦的 面对高风险的部分 其实他们的防护需要更好的防护 当然最佳的防护的口罩就是N95口罩 其实过去我们也曾经都有送过 这一次我们想说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医疗联盟 我们的理事长赵宗杰赵老师 他特别又在重新募资了一次的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口罩 那我们也跟相关的医疗院所联系之后 他们也觉得确实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举办这样的捐赠仪式 我们基隆的几个重要的医院 我们全部都会送给他们 那今天我们特别选在三种的基隆政隆医院区 这边有我们三种院长 还有我们其他医院院长来代表来接受 那我想说这是主要就是我们非常感谢 第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劳 基隆疫情虽然趋缓了 但防疫物资需求量大 像是布立基隆医院 累积收治了2000多名的确诊者 随时都要保持医疗量能稳定 及足够的防疫物资 从开始确诊到开始到今天 我们大概收了2000多个确诊的病人 那有中度那有部分的这个重度 那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的胃材 是要提供我们第一线的医疗通人 那我们有所谓高风险的单位 比如说急诊 那我们还有ICU 我们还有这个专责 然后还有负押隔离病房 现在还有开刀 有一些是确诊的需要开刀 还有产妇 它是确诊的产妇 其实这个让我们的员工 托鲁在第一线高风险 是一定要用N95 那当然N95是现在是大家都需要 特别在我们基隆开始疫情爆发 从去年的5月升为全国三级 那今年3月开始 4月那是更严重 那非常谢谢 这次透过我们的蔡委员 给我们这些媒介 台北医疗联盟关心基隆 缺什么就捐什么 用行动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感受到满满的爱和鼓励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